喂 主席 各位委員還有各位來賓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吳思堯辦公室李國正代表吳思堯議員發表這個意見 第一點是北投攬車計畫 從旅登輝時期到現在已經大概30多年的時間 正如剛才王議員所講 時空背景環境條例做已經改變 我們要發展觀光 是不是一定要在北投攬車放上希望 我們看到貓光攬車的例子 上面的觀光其實並沒有比較好 北投貓光攬車到現在已經配了3.5億人 吳思堯議員從在這個會期的質詢 從教育文化 從交通 從警政衛生 到公務部門質詢 通通提到北投攬車 為什麼 就是因為北投攬車它涉及到了這麼多複雜的環境衝擊因素 從我們的安全 從我們居住的噪音 環境 交通 還有隱私等等的衝擊 還有我們文化史上 我們認為 北投溫泉箱發展到現在 就是因為它的溫和直谷機 還有它這種清幽的感覺 構成我們現在北投溫泉區發展 還有風華的一個景色 我們認為這才是北投溫泉區的資產 謝謝 謝謝 我們請各位委員 能夠針對這個問題重點的審議 我們不希望也許在這個會場上 很多委員都表達了質疑或者是保留的意見 可是我剛才也聽到一個 你們說環平過了還有國家公園 是不是這會變成你們有條件通過的一個借口呢 因為有靠山剩下丟給國家公園 這部分我們不要讓我們憂心 也恨請各位委員 能夠審慎的審慎的審議這個案子 謝謝